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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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正强 那在今天的盘式当中 今天是盘是非常非常的冷 成交量不到600亿 只有579亿 那也刚刚好今天是冬至 冬至本来就很冷 所以这个盘就是这么冷 那在这么冷的盘式之下 我们要观察几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先前所说过的 这个外资休年假 即将要休年假 那道成指数呢 其实比较令人意外的 原本我是预期说 他就是在这边盘整 然后不上不下 但是竟然在昨天还一路要往上冲高 而且还创个新高 已经接近快两万点了 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七点 已经接近快两万点了 那当然现在又开始又有很多人说 哇 涨这么多了要开始回档 要开始修正 但是各位所有的好朋友 我想这一个最简单的观念 您应该都有 股价今天不是看他涨多了 就很担心跟害怕 因为一个这么特别是像 道琼指数这么成熟的指数 来说的话 他这样子一路垫上来 一路垫上来 一路垫上来 而且是带有一个成交量 不断换手上来的 像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换算成个股 我想你就会很明白说 他是纵使要下来 也要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盘头 而且现在还不一定会下来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当你一直在听到很多的财经 有些财经大家开始说 道琼指数可能要修正要反转了 你就要去思考 这个动作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所谓的拆高点 不要去拆高点 因为头部是很难确认的 而且是需要时间确认的 了解这个意思吗 再加上接下来几天外资要休年假去了 他不会有太大的量做进出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几天 这个国际股市我们先解决了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然后刚也了解到盘头需要时间 现在还不一定是头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自然而然 我们先确认了国际股市 没有太大的风险跟问题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看台股的部分 那台股的部分呢 今天因为最后的结算 当然最后结算在压低嘛 周旋的结算 那重点还是在于什么 今天是没什么成交量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今天是冬至 冬至本来就是正常来说 是一年最冷的一天嘛 但是今天天气很热了 但是回过头来 整体来说 这个量没有量 当然自然而然 大家就比较交易清淡 交易清淡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不是睡觉 也不是买股票 而是去找好股票 你先锁定好 等到外置修下去之后 看到那支确定防守成功 要发动 就可以出手了 这是现阶段 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那当然我们所锁定的股票 包含的油价补涨股 跟所谓的这一个 美国制造股 一直持续在锁定当中 那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大盘的部分今天也没什么特别好谈的 因为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盘中一直都有人在防守啊 3481的群创 过去从众所居 接支了控盘的股票 股票指标股之一 409的友达也是一样啊 你看哦 昨天拉中钢台积电 今天拉友达全创 是不是那支一直在防守 所以结论出来 现在防守的重点是什么 防守的关键是什么 为什么要防守 那当然这最后一盘 杀下来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周选的结算 所以各位好朋友 他仕途还是有在做防守 台积电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总结下来 我们来看指数的部分 这几天全部都亮说 说到只剩下五百多亿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透过一些重量的 集的全职股来看得出来 这边的确是有一些资金 在做防守 为什么要防守 这个就值得各位去思考 因为接下来外资要休假去了 那下个礼拜回来 为什么他这个时间点 内置要做防守 今天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跟道理 各位好朋友 你一定很懂 如果今天指数是一路往下走 告诉你 绝对不会有人敢做账 这不可能的事情 反而想卖的会更多 会一大堆 但是这几天是量说 急说之后的小跌 量急说之后的小跌 然后再透过看到全职股 有人在做一些重要的 全职股的防守动作 那意味着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你反过来去思考 如果今天指数很烂的话 大盘很烂的话 不会有人想要往上拉股票 或者是做账 但是今天能够稳定 趁着外资休下 然后稍微的防守成功 就会有人想要做账 就这么简单 逻辑就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盘 目前我不认为 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看到 也有人在防守 除非今天未来是防守失败 但是目前 在国际股市 还是很强的情况之下 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 在个股的部分 今天 2936的科斯达开始 亮说 进入创历史新高之后 亮说整理 上面也还没有爆亮 所以这个波段式是 还没有结束 那另外呢 像是这个所谓的 6510的金册 这个创历史新高之后 昨天一根带量长 今天马上迅速的亮说指纹 这也很合理 为什么 因为金册 毕竟有很多外资在里面 所以创历史新高 自然而来 一定会有一些资金想要卖 再加上因为要修年假 所以我说这还不一定是 是技术面的办向 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还要看筹码 才能够确定 技术面只是落后 好 我们回过头来 既然我们常常谈到筹码 一直在跟各位说明筹码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 在产业看完筹码追踪之后 你才有办法真正做到标果 我们过去如何做到 像是1605的这个华星 能够从10月20号 发报告给各位的时候 那时候报告叫做 美元升值稍费股 能够一波涨上去 就是一个所谓的波段三成 从10块多涨到13块多 包含像是2915的论态拳 也是一样 从51块涨到60块钱 我们就是这一波做到51块 做到60块钱 再回过头来 也包含像是最近2936的科斯达 在他市场上完全没有人 关注他的时候 郑老师在带着所有 欢迎的朋友 从37块5 12月2号开始 那一天是礼拜五 之后每天连续买进 8个交易日每天都在买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从37块5 我的最低成本涨到最高51块钱 已经半个月涨了36个百分点 而且前面还是连续买超8个交易日 所有的朋友 为什么我们做到了很多投资朋友 最近可能抢短 一抢了就套 或者是都没什么赚钱 但是为什么阿翔老师直接节目上面 一路公开跟各位讲的 股票能够一路的走上一个 所谓的拖头的波段 关键在什么 看筹码做波段 看筹码做波段 那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今天我们来借由景德的角度 来跟各位去分析 景德的部分 这一天 你不要看后面这边 你看 3152的景德 在12月 这一天 12月2号的时候 12月12号的时候 这一天阿翔老师在节目上面公开这档股票 我们接下来要找 买点 寻求低阶的机会 在这一天的时间 你看所有的技术面 你单纯只看技术面的朋友 你会发现到它是一个所谓的破景线 而且这边还有一条季线 也就是说这一条 如果说您单纯看技术面 它是破景线 破季线 很多的投资朋友 会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技术面的关系 而去做一个所谓的 停损出场的动作 就算你这一天不停损出场 你隔一天 哇 你开盘的时候 开下去 一度再往下杀 你会更担心害怕 因为这一天是带量AK 对不对 它算是一个带量AK的往下杀 很多人很害怕很担心 但是 为什么阿翔老师 那一天选择 节目上面公开说 这一档股票 接下来要寻找低阶的机会 那一天最低杀到220左右 然后再杀下来 再隔一天 12月13号 然后杀到剩下217.5 为什么阿翔老师 那一天敢公开跟你这么说 很多人只看技术面的 又或者是 在这一天的时间 你用软体 马上就跑出 卖出停损的讯号 或者是放空的讯号 叫你去追空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于什么 在于筹码问题 第一个 我们先来去做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仅得这两股票是外资的股票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12月12号他当天杀出来的时候 我事前去观察他的整个筹码的动向 筹码的进出 包含了大摩 包含了瑞银 包含了瑞士信贷 也包含了台湾银行 这是关股的部分 也包含了像其他一些 这个德意志 或者是这个瑞姓等等 总共有五家外资 主要在做3152的仅得 那包含了台银的部分就是六家 台银不是外资的 但是主要在做的这六家券商 我们这样讲会比较明白 那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重点是什么 12月12号是礼拜一 那12月9号是礼拜 我们观察到了从12月份以来 从12月2号到12月9号的这一段时间 这以上提到了这几家的重点券商 包含了大摩 瑞信瑞银等等这几家重点券商 其中只有一家德意志 就是连续卖超六个交易日 从12月2号到12月9号 就是在这一根出现的之前 这天节目盘化还差不多当天了嘛 所以只有德意志在卖 意思是说什么 你看今天几家重点在做仅得的这些券商 其中六家当中只有德意志一家在卖 其他另外五家全部都报警警 那表示什么 表示第一个 因为德意志可能快要过年 或者是一些欧欧欧烟戏的欧元戏的关系 所以他们采取这样一个调节的动作 那如果我们用整个重管 比较大的方向的角度来看 这就表示这并不代表 其中六家主要在控制 景德股价的这六家外资 这六家券商 只有一家是在卖股票 卖了两百多张 从12月2号到12月9号 这段时间卖了两百多张 那其他五家都没有动 这表示什么 只有一家它并不是真正的 看坏景德 意思就是说不是外资 所有外资都看坏景德 如果今天这个六家当中 其中有三家在卖 那我就会思考一下 这个是不是开始要转变方向 但是整个回过头来说 六家只有一家 卖了两百多张在六个交易日 所以整个回过头来看 它并不是真正看坏 而且反而还有可能是 谈好的 要 它要出货 它要卖股票 那问好其他人有没有解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呢 你看哦 你如果单纯看技术面 你会这样看 哇好可怕破线破底破价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它今天又回到了 而且它其实这一条 是26日的移动平均线 如果说今天这一条 是20天的话 它今天已经试图要 站回所有均线之上 好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去探讨说 我们当下不会去卖 或者是当下我们节目上面 跟各位讲说 我们这两股票 接下来要寻求低级的机会 因为我们看到 球马状况之后 会去评估说 接下来的可能发展方向 因为我们先确定了 外资的看法 再去评估它的手法 那一般技术面来说 它会讲的是什么 因为技术面它事后来看 事后看技术面的K线 你会说哇 这个是所谓的破底翻 或者是下差取量之后 拉上来做洗盘 很落后 真的很落后 因为你在当下 你查了筹码 你就可以确定 六家重点券商当中 只有一家站在 其他都没有卖 这表示他们的手法 有可能是压低要进货 或者是要换到别的仓位去 其他的外资 外资之间的转账 了解意思吗 所以回过头来 在我们当下这样确认之后 我们再观察到后面 后面这段时间 各位所有的好朋友 大摩买了两百多张回来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是瑞幸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瑞士信贷 他买了三百多张回来 你看哦 在最近这六个交易日 这六天的交易日当中 德育制卖了两百多张 但是到后面 大摩买了两百多张回来 摩根大通嘛 大摩买了两百多张回来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上得这个瑞幸 买了三百多张回来 你看 这表示什么 他卖两百多张之后 下沙 洗盘 停选出场 散户停选出场之后 哇 这个外资第一接 把它接上来 然后这边买的 买进的张处 又比这边 卖出的张处还多 那酝酿了什么 各位好朋友 我们 看盘 一定要懂盘 筹码 它会领先很多的事情 它也会告诉各位很多的事情 所谓技术面的破底翻 或者是所谓技术面的下杀取量 其实到后面来看 都是一个所谓 它后面才形成 你才确定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这个事情 你透过筹码 就可以先确定 更确定 它可能会产生技术面的下杀取量 或者是因为 他们的刻意洗盘的动作 所造成 未来接下来可能要破底翻 当然其中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这是外资之间 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卖短单 留长单 卖短单 它股价会下来 它长期的部位不会理 不会不卖 那就下来之后 再结上去 就是这样的道理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阿晓老师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 像当初六四六二的神盾145块 全市场根本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在讲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一路低节 连买将近10个交易日 而且是带着所有会儿没有 从145块开始进场 又或者是您最近看到 2936的克斯达 你有拿到阿晓老师所给你的筹码分析表 筹码技术标写 你就知道为什么阿晓老师在这一天 12月2号的时间 开始带会员朋友 37块5开始进场 看筹码才能做活动 看筹码才能真正的有效率做活动 而不是去读 而不是去读所谓的运气 好 怎么样洗盘 他筹码 他筹码怎么分析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请加入阿祥老师的LINE 你只需要在手机拿出来之后 只需要在LINE上面搜寻ID 打上小老鼠 小写的T2330 你就可以找到阿祥老师的LINE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见